中国大陆队对上的是韩国队 那在之前呢 这个是团体赛 就是说比五个点 就是五场的比赛 那在第一点的部分呢 中国大陆的世界排名第一的 女子单打第一的汪欣 已经是击败了韩国的小将 裴炎珠 所以中国大陆队已经是拿到了 第一点了 那现在要进行的呢 刚刚好正要开始 是双打的部分 双打的部分 中国队是王小李 以及马进的搭档 他们这个搭档呢 也是世界双打的女双的第三名 对上的是韩国的李静元 以及何真恩的这个搭档 中国的羽毛球 是他们的算是强项中的强项 上一届的多哈亚运会 总共羽毛球有七面的金牌 他们南瓜有四面 那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白京亚运会的时候呢 他们是包办了有六面 所以他们今年是说 羽毛球的七面金牌 通通都要南瓜下来 对 所以他们对韩国队的这一场比赛 他们李永波总教练 在新闻媒体的一个采访当中 他也特别强调说 这一场非常的重要 而且非抢下不可 因为他们在今年的优霸杯总决赛 世界决赛 他们输掉了今年的优霸杯的团体冠军 就是败给了现在的一个对手 就是韩国队 所以他们对这一场就相当相当的一个重视 那他们也视为这一场为冠军赛 因为他们 李永波总教练他担心的是 因为他们是中国队第一 这一次亚运的第一场出赛 因为他们第一场对到一个澳门队 因为澳门队他们因为几个是中国级的选手 外迁的选手 但是他因为他们身份的问题 所以他们被取消资格 所以他们第一场没有出赛 所以他们对于场地的一个适应 可能没有韩国队来得好 这是他们现在这场比赛所担心的地方 好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第一局 双方目前是1比1 对 中国队的选手呢 是穿着黄色的衔衣 面对镜头有这两位 昨天网路上的一个赛程所编排出来 虽然是由王小李来搭配马金 但是现在我们镜头上是 变成是王小李对于洋 没错 于洋又更强了 对 因为于洋 其实他们两个虽然跟王小李是新的搭配的一个组织 但是他们两个在最近的一个比赛里面 也是拿出不错的成绩 是 不过呢 我们在关心这场比赛 真的是蛮高水准的比赛的同时 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算是就悲伤的消息啦 就是我们中华队的男生跟女生的团体 都输了 都在八强直步 是 很可惜啦 因为其实我们非常期待我们羽球运动 在最近的成绩非常突出的状况之下 能在亚运里面拿到一面奖牌 这是我们在羽球界里面 非常期待的这一届的亚运的一个成绩 对 我团体输了 没关系我们还可以等待个人的 个人的部分 因为其实从中华队的羽球 北京奥运在进入到亚运的部分 北京亚运的时候在进入之后 连一块牌都没拿到 我们多届的亚运会 我们的羽球连一块牌都没有拿到 那特别是中华队的黄金女双 这边也输了 真的非常可惜啦 景玉景 陈文新的搭档 连我们的一姐 郑小涵的这个也输掉 对 所以就这样了 就八强了 那男生的部分 虽然是在第一轮打败了印度队 但是真的 这赛城你一日要两战 然后又对上很强的印度尼西亚印尼 对 结果也败下赞来 其实这个赛制的牌法 我个人也觉得非常的诡异 因为按照我们国际羽球的一个 赛城编排来讲 是很少在一天两战的 都是一天一战 甚至是两天一战都有可能 对啊 没有在一天两战的这样子 所以在体力消耗上是非常非常的大 好 来看一下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中国的女双现在是4比3的领先 这是怎样 这是一个防守的一个 晋升球的处理的不好 对 所以把球拉高了 现在往前等于是排球的一个探头球 直接杀下去 对 4比4 其实李靖远这个选手 他们现在韩国队的一个组合 也是算是老少配 那李靖远他原本在北京奥运结束之后呢 想要风拍 他已经停顿了大概半年没有参加 国际的任何赛事 那但是韩国队他们觉得 因为以目前来讲 他们找不到更好的一个双打选手 所以再度的把他找回来 然后搭配年轻的选手 就跟他原本的李孝珍的一个搭配选手 来拆组 然后每个人带一个年轻的出来 参加国际赛事 那结果就是效果不错 他们甚至在今年的幼霸杯 打败中国大陆的一个成绩 让他们觉得这个组合 到目前来讲 对他们讲是最好 甚至他们在这一次的一个台北公安赛 韩国的两个组合啊 包办了冠亚军 逐渐他们这个组合啊 现在在韩国队是他们非常重视的 是 李靖元 三十岁了 是 不容易啊 对 真的不容易啊 韩国队那个比较矮的那一位 一百六十公分而已 那他的搭档呢 何真恩 二十三岁 三十岁的带一个二十三岁的 但身材不错 一百七十公分高 是 那他们在昨天的比赛是 以二比零的直落二打败了 大马的马来西亚的打档 对 二十一比十三 二十一比八 这算是压身的 我今天碰到的是大陆队的 大陆队的 余洋跟王小李 这是李孝珍 李孝珍他在北京奥运拿了混双金牌之后呢 在韩国的知名度大大提升 也提升了他在整个国际语坛的一个知名度 那其实中国大陆的一个女双的地位 原本是非常非常的很难去动摇他们 但是之前在他们经营优霸杯 两组双打在团体上竟然是两组双打都输掉了 状况之下呢 所以他们对李孝珍的一个实力上的一个 那种危机意识啊 就更提高了 是 我们的球评肖伯仁教练提到优霸杯 其实在羽球里面其实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大家可能听过网球什么温布敦啊 法网公开赛 几乎是那种最高层级的比赛了 所以韩国能够在那种比赛呢 击败过中国大陆在女双的这个部分 目前8比6 往前的一个小球 是 再杀 又被救回去 这个大阶外 对 李孝珍还是年轻啦 所以在整个一个球来回的一个强度上 他在出手上可能会比较保守一点 那失误状况也会比较多 那当然鱼洋呢 他在世界的一个女双 也是很难去撼动他的 是 9比6 鱼球呢是打21分的 21分 一局是21分 这是四强赛 赢的就可以打进到金牌争霸战 对 还有一个虚弓球 汪小李他本来想要杀球 然后做一个出手的一个变数 对 然后达到破坏对方启动的一个效果 是 那这边也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报告 这个双打 羽毛球双打的部分呢 他的场地就是最大的那个场地了 是 外面那条线 最外围 对外围的线之内都算是界内 对 那单打的话呢 左右两边的这个 要算里面的那条线 是 那底线的话都是一样的 对底线都是一样的 对 底线的这个界外区都是一样的 最外面的那条线 是 跟大家先报告一下 来看这个高水准的比赛 好球一个对角变现的一个往前球 他这一个球 何哲生打得非常的聪明 他原本 中国队以为他这个球要往后推了 然后结果他作为一个拍面的改变 然后就把球落在前场 那其实也跟各位观众稍微 说明一下 就是说 羽球呢 现在的团理赛 大部分都是混合 混合赛制 也就是说男女 男单女单男双女双 这样的一个 混合团体的赛制 那现在其实世界上的一个 团体赛 目前男女分开只有 所谓的优霸杯 还有所谓的亚运杯 是 哇 这边呢非常强悍的一个沙球 中国队11比8的领先 场面有个技术暂停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